每晚八点,聆听读者,晚上好,我是主播薇薇,有声音,陪你,说晚安。 今晚要和你分享的文章,名字叫做《让人放心,是一个人最了不起的才华》。 先说两个曾经影响我很深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于敏洪在母校北大演讲时说的。 当年在北大读书的于敏洪,成绩平平,但特别勤快。 宿舍从来没有排过卫生值日表,但他每天自发打扫卫生,还主动帮同学打水。 这个习惯,他一直坚持了四年。 从没想过是不是吃了亏。 十年后,1995年底,新东方已经到了一定的规模,于敏洪希望找人一起合作。 他飞到美国、加拿大拜访昔日的同学,想游说他们回国帮忙,还准备好了一些有诱惑力的说辞。 没想到于敏洪刚一开口,同学们二话没说都答应了。 他们坦言,我们回来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的水。 你这样的人,有你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 这些同学给于敏洪带来了资金、人力、经验等许多的帮助。 于是,才有了新东方今天的样子。 第二个故事是罗继思维CEO托布花分享的。 得到APP有位专栏作者名叫香帅,在签约得到不久后,他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托布花听闻,担心香帅的身体状况会承受不住繁重的工作量,严肃地告诉他, 先停下,你可以宣布停更,等身体调整好,再继续,用户是可以理解的。 但香帅不愿放用户的鸽子,他想出个办法,躺在床上口述, 由他的博士生记录为文字,整理之后再去录音,保证课程的更新。 等到马上就要升了,香帅又拜托自己的丈夫,著名经济学家许远,代替他上线授课一个月。 其实这一个月,该更新的课程一期也没有落下, 但香帅一等恢复完,就把自己缺席的内容重新补上,给用户一个交代。 之所以说这两个故事,是因为最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 一个人最棒的品质是什么? 高赞回答是,遇到事情靠得住,责任面前有担当,信用永远是第一。 其实总结起来,就四个字,让人放心。 听起来简单却是至高的修行,我们在生活中总有这样的经历。 和朋友约饭,到了餐厅却不见人,打去电话,他说自己已经在路上, 其实还在家里化妆。 恋人去外地出差,说好落地报个平安,但却几个小时不见消息。 你担心得不行,他一拍老门说,不好意思搞忘了。 交代给下属的事迟迟没有反馈,亲自去问才知道, 其实已经在办了,就是懒得回复收到。 这些看似细微的小事实际上暴露了一个人的本质。 就像陈丽说的,说起来简单,落下去复杂, 听起来像感觉,做起来是原则。 这世上,让你有乍剑之欢的人不在少数, 他们有聪明能干的天赋,有口菜莲花的能力。 但能让你久处不厌的,一定是一个让你放心的人, 这才是一个人最了不起的才华。 巴菲特每年都会在大学开座谈会, 一次交流中,有位大学生问他, 你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巴菲特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让大家做了一个小游戏。 拿出一张纸,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假如你有一个买进你某位同学10%股份的权利, 你会选择谁? 第二个问题是, 假如让你卖出某位同学10%的股份, 你会选择谁? 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分别写在纸的左边和右边。 然后巴菲特说, 买进10%的股份, 你选择的是那个最聪明的同学吗? 不一定。 最有钱的同学? 也不一定。 你一定会选择你最认同的那个人, 那个诚实、踏实、值得托付的人。 卖掉10%的股份, 你选择的是成绩最差的同学吗? 不一定。 最穷的同学? 也不一定。 你选择的肯定是那个你最讨厌的人, 不诚实, 爱吃毒水, 耍阴谋诡计, 背后说坏话, 过和拆桥的人。 当你仔细观察这张纸的两边, 你会发现, 能力强不强并不重要, 是否美若天仙也无所谓, 成绩好不好根本没人在乎, 只有靠谱让人放心, 别人才会为你买单。 的确, 这个时代, 聪明意见, 靠谱难得, 太多人用套路敷衍, 太少人用真心付出, 但其实, 你每一次让人放心的表现, 都是在人生银行中, 存下一笔储蓄。 但到关键时刻, 这就是你最值钱的名片。 很多年前, 我还是个职场小白的时候, 一位前辈跟我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两位年轻人, 一个叫约翰, 一个叫哈利, 同时应聘进一家收菜贸易公司。 三个月后, 约翰直升组长, 工资翻倍, 哈利还在原地踏步。 哈利很是不满, 忍不住跑去问老板, 论学历资质我都比他高, 凭什么你只重用他? 老板笑了笑说, 最近公司准备订一批土豆, 你去打听看看吧。 半小时后, 哈利凄产虚虚地跑回来汇报, 极农蔬菜批发中心有土豆卖, 老板问, 然后呢? 多少钱一斤, 有几家供活商在卖? 哈利一愣又跑出去问。 回来说明之后, 老板这次又问, 库存有多少, 质量怎么样, 能给多少折扣? 哈利又懵了, 准备再跑去问。 老板叫住了他说, 不用了, 其实我刚刚同事派了你们两个人去, 你听听约翰的回答吧。 约翰有条不紊地说, 20公里外的齐农蔬菜批发中心, 有三家卖土豆的, 其中两家是0.9美元一斤, 一家是0.8美元一斤, 对比发现, 0.8美元的不但便宜, 质量还要更好。 我跟他们谈了一下, 最低0.7美元可以拿到。 他们也库存有500吨, 有货车, 可以免费送货。 一番对比, 高下立线。 有些人说起话来, 一句比一句漂亮, 办起事来, 却一个窟窿比一个窟窿大。 也有些人看起来平平无奇, 却能事事办仔细, 渐渐有着落, 吸引人不由自主地靠近。 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传奇, 不过都是普普通通的人, 将心意化作了行动而已。 再多光鲜的履历, 高明的手段, 也比不过做人有担当, 做事有首尾, 让人放心, 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运气。 作家李光彩曾在书中写道, 世上不乏才华卓越, 只能出众的人。 起初被大家一致看好, 后来的结局却不太美妙, 有些人的遭遇还很悲惨。 究其原因, 他们往往怪时运不济, 小人作祟, 但究其本质, 无非是办事让人不放心。 仔细想想, 那些在生活中受人欢迎, 工作中总被提拔的人, 无疑不是让人放心的人。 并且, 他们身上都有三种特质, 一, 手口如瓶。 贾瓶蛙曾在一位和尚那里 吸得成就大事的秘诀, 心细一触, 手口如瓶。 真正让人放心的人, 都是置而不言的。 欢乐送礼的安迪, 有时候有点高冷的不近人情, 但所有人遇到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他。 凡是没把身份证银行卡都交给安迪保管。 喜悄悄在家庭问题中一筹莫产, 也是找安迪帮忙。 冠冠喜欢赵医生的秘密, 只告诉了安迪一个人。 王百川公司破产, 也是让安迪为他保守秘密。 他们的秘密, 不管或大或小, 在安迪那里都会被画上一个句号。 深谙守口如瓶之道的人, 让人安心。 第二,办事踏实。 一个人是否让人放心, 不必看他做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成绩, 也不必听他说什么口若悬河的大话, 而是扎扎实实地把事情做好, 就够了。 李鸿章75岁时被派去看查黄河, 一身为官的他, 其实可以随便应付交差, 然后风风光光地退休。 但他想, 既然摊上了, 就好好做完, 并且做到完美。 他一口气走了两千多公里, 余去就是大半年。 这半年里, 李鸿章和比利时工程师反复琢磨, 细细商议, 研究出要把时间成本延长到五六年, 投资见到930万余粮, 终于研制出一整套治理黄河的科学方法。 凡事认真的确很累, 但为人处事的责任心, 让人放心。 第三, 事有交代。 罗振宇说, 所谓靠谱无非是一句话, 凡事有交代, 渐渐有着落, 事事有回应。 这句话放在感情里也是一样的。 我有位朋友, 结婚十几年, 感情依旧如初, 没有过大的磕磕绊绊。 某次饭局, 几位男士开玩笑地问他, 经营婚姻的秘诀是什么。 他和我们分享了一件小事。 有次他下班晚, 太太打电话问他, 什么时候回家。 他说还在开会, 快了。 挂了电话之后, 他又截了一张手机屏幕的图片发给太太说, 手机还有不到百分之十的电, 怕你一会儿联系不到我着急, 先跟你说一声。 一个很小的举动让太太心里觉得温暖又踏实。 有些人聊着聊着就不回消息了, 有些事儿说着说着就湿沉大海了。 一个事儿有交代的人才值得托付, 让人定心。 这个世界是存在能量守恒的, 做一个让人放心的人, 少了一些小便宜和小聪明, 却是一种最了不起的才华。 让人放心, 会形成卓越的人格魅力, 使你尽得人心。 感谢作者洞见饭, 我是薇薇, 我站在原地, 等你回来。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 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 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 越渺小, 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 才具备祝福后的走散。 只是那个夜晚, 我深深的逗留藏在心坎。 长大以后, 我只能奔跑, 我多害怕, 黑暗中跌倒, 明天你好, 含着泪微笑, 越美好, 越害怕得到。 每一次哭, 又笑着奔跑, 一边失去, 一边在寻找。 明天你好, 声音多渺小, 却提醒我, 勇敢是什么。 Zither Harp 兜着肩膀哭泣, 问自己在哪里。 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 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 时间他总说谎 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 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 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宕 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 越美好越害怕得到 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 一边逝去一边在寻找 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 却提示我 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 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 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 越美好越害怕得到 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 一边逝去一边在寻找 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 却提醒我 勇敢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